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徘徊在1335美金附近 联岸人民币在我们播报之前的10分钟时间又大跌了100点 目前报价6.93 澳元兑美元依旧徘徊在0.7下方 目前报价是0.6980 道雄斯指数昨天是先跌后涨 目前收盘价格是25700美金 那么澳洲200指数昨天也是轻微上涨 目前报价站在6400点以上 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是讲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讲黄金 第二个是讲原油 第三个呢我们会涉及一些澳洲的一些个股 那么在黄金方面的话 中国有很多华人比较喜欢炒黄金 从10年前我们说中国大妈要买遍全球的这个黄金 买买买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市场上有哪些情况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市场上主要的参与者发生了变化 在10年前呢买黄金的主要对象呢 或者是主要的买方呢 是来自于美国欧洲等央行以及中国的一些新兴富起来的这些大妈们 但是现在来讲我们再看到的话 从去年前年开始俄罗斯日本印度包括中国在内的央行成为了新的买家 那么这些央行级别的买家买入量非常大 比方说中国在上个月呢买入黄金超过20吨 那么其他国家呢俄罗斯也是超过30吨 所以说大量的买入黄金导致了黄金在1300美金附近 已经是下不去了 为什么央行会买黄金呢 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前几年发生了卢布战争 被美元打得非常惨 卢布呢贬值非常剧烈 那么货币贬值背后的主要支撑就是一个国家 到底有多少的黄金储量作为货币的发行的一个依据 那么现在全球和这个黄金比例最高的还是美元 美元呢是占有黄金的比例到高达80% 但是中国的人民币目前只占到幅度是5%不到 所以说如果中国想要国际化 人民币走出去的话 那么持有大量黄金是一个必备的选择 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人民币继续大跌 所以说央行购买黄金的需求只增不减 那么其他方面的话 消费者层次呢 中国的消费者始终保持对黄金的高度关注 那么后起之秀是印度 印度最近几年呢 股市发展非常迅速 经济发展也非常迅猛 所以说呢 印度的百姓对黄金的需求远远比中国人要大 因为他们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那么所以说呢 还有一个点 也是支持黄金的价格上涨 那么就是全球央行现在开始轮方降息 我们看一下10年前08年金融危机就知道了 降息之后资产价格一般都会大幅上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该花钱 该攒钱还是应该买房或者是做投资呢 我们讲昨天讲了一个预言故事 那么其实呢 我们是希望我们投资的房产也好 股票也好 金融资产也好 能够不停的稳定的给我们带来 丰厚的一个现金回报 现金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在未来资产价格升值 货币贬值的一个大环境中呢 谁能获得更高的一个现金流回报 因为风险也在加剧嘛 所以说呢 现金流就是现金为王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一下同属于大宗商品的原油 为什么最近价格下跌的这么厉害呢 原油主要是根据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政治 第二个是经济 那么政治方面呢 主要受美国影响比较剧烈 那么中东地区呢 不是那么的团结 美国稍微插一脚 特朗普说原油要跌了 基本上中东很多国家 比方说沙特 那么就要配合美国的造势 所以说呢 目前制裁伊朗的问题 也没有继续升级 那么原油在政治上 继续上涨的支撑就不存在了 那么经济上来讲的话 现在全球呢 经济都不太景气 都在降息 那么各国央行 或者是政府纷纷下调 世界经济的一个预期 所以说原油价格继续下跌 那么它能够跌多少呢 我们昨天也给大家计算过了 如果从60美金跌到50美金 持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其实呢 赚得的这个每天的仓息 已经能够基本覆盖 我们10美金下跌的一个亏损了 所以说长期 如果是在GoMarket做黄金 或者是原油 尤其是原油英国原油 那么这个投资呢 我们是能够每天赚取一定的仓息 虽然这个呢 有时候会改变 但是呢 据目前所持有的仓息来讲的话 我们是能够支撑半年时间 油价是下跌10美元 我们还不亏损 那么其他方面就是澳洲个股了 澳洲个股呢 Afterpay昨天呢 是下跌比较大幅 但是今天反弹比较强势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最近下跌啊 主要是受两个因素 一个呢 是美国科技股的下跌带动 第二个呢 是他正在被接受调查 反洗钱法 或者说是金融法的一个调查 那么他为什么长期看好呢 主要还是因为 我们在上半年 就给大家讲过了 Afterpay呢 目前正在打开英国和美国的市场 而这两个市场的人口远远是高于澳洲的澳洲 目前只有2000万人 对吧 Afterpay呢 目前的股价是基于澳洲的一个2000万的市场 一旦他打开英国和美国 3亿人口或者4亿人口的一个新的市场的话 那么他的估值有可能在上升10倍 或者是20倍 都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 为什么我们推荐啊 排行第一的金融科技股 而不是排行第二和第三呢 因为目前只有Afterpay是能够盈利的 排在第二和第三的金融科技股票 比方说ZIP还在亏损状态 所以说如果他持续的烧钱 而没有办法扭亏为盈的话 那么他没有办法去谈及跨国的一个扩张 但是Afterpay现在已经是在美国和英国顺利的扩张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